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你们 本期孩子王强子 著名节目主之人 今天将由他带领大家探寻奇幻科学之旅 那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讨论过沙漠 上一集呢我们又说了南极 我们还发现啊 如果要在这么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活的话 没有一点绝活是不行的 那是我们上一期看到了我们可爱的蛇 我们还看到了南极海洋里面 生机勃勃的一片景象 那今天呢我们的大教授要带我们 从南极穿越到北极 看看北极是什么样子 探秘的过程总是充满着魅力 充满着诱惑了 今天带领我们探秘的 依然是多次去北极和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 丁明虎老师 欢迎 欢迎丁明虎老师 有请丁明虎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丁明虎 丁明虎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极地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经三次进入南极 三次进入北极 四次登上中峰考察 是我国为数不多进入三级考察的科学家 大家好 我叫丁明虎 南极和北极是冰雪铸成的大陆 对我们人类来说 它是一片严苛的土地 有漂亮的风景 还有英勇的北极熊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更重的作用 那就是南极和北极 可以调节地球的气候 维持地球的大气循环 保留我们的生存环境 如果没有南极和北极 地球的空气就不会流动 海洋也不会流动 就没有风 没有雪 也没有雨 热的地方热到几百度 冷的地方冷到零下几百度 我们人类也很难生存 甚至其他的生物也都很难生存 地球就是因为有了南极和北极 就如同有了两个冷却器 使得我们有不同的气候带 就拿我们中国来说 夏天的时候 天气非常非常炎热 这时如果能够从北极 吹来一股冷空气 就会下雨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凉爽 而我们冬天呢 会觉得非常非常干燥 这个时候如果能从北极 吹来一股冷空气呢 就会带来降雪 我们就会觉得湿润很多 如果是正常的年份 这种调节作用 对我们人来说 当然非常好 有风有雨 有鲜明的季节 风景也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北极突然变暖 甚至是在几天之内突然变暖 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 不有 这是2016年的1月份 我们全国都突降大雪 今天寒潮将继续影响 我国中东部地区 预计的近年两天 江淮 江南大部 华南 以及寒潮的影响 从8号起 我国南方地区降温剧烈 部分地区降温超过 大部地区气温起伏变化大 其中 暴雨 蓝色预警 预警 一股强冷空气将回自北向南 暴雪预警和寒潮预警 交通运输生产生活都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北极中心突然变暖 形成了一个大暖球 把北极的冷空气挤出了北极地区 形成了影响全世界的超级寒潮 所以呢 看似离我们很远的北极地区 其实无时无刻 不得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为了我们人类美好的生存环境 为了地球上 这最后一片净土 我们都应该绿色生活 保护环境 朋友 谢谢 谢谢丁老师 南极和北极确实是浪漫的象征 又感觉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 最后一方净土 特别要我们努力地去保护 那其实在上一集呢 我们也说过了 在这个南极地区 是一片几乎是这个不毛之地啊 但是在北极跟南极就特别不一样 在北极地区呢 有大约九百种开花植物呢 哦 北极的黄河站 也就是咱们中国的黄河站 那个地区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北极冰种台园地带 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漂亮 因为有很多的花 很多的草长出来 还有很多的小动物在那儿生活 哦 我们一般讲到这个夏天啊 就感觉就很热了 那在北极夏天会有多热呢 最高温大概有多少呢 北极夏季的最高温度 能够达到五摄氏度 五摄氏度平均状况 五摄氏度其实在这个南北极来说 就算比较高的温度了 在我们这儿五摄氏度可能还是冬天 在北极已经是夏天了 那它夏天可以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 它其实和南极是一样的 也有极奏极叶的循环 所以说它的夏季是非常非常短的 对 所以这些植物的开花 都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完成 很短的夏季呢 它就得完成开花结果 甚至有的植物呢 是今年开花明年结果 到了冬天来的时候呢 这些大部分植物都被冻死了 那只留下它的种子过冬 南极和北极虽然都是气候恶劣 严寒肆虐 但是因为两个地方的气候不同 所以植被也是千差万别 被称为白色沙漠的南极州 与世界其他大陆隔离 恶劣的气候严重限制了 陆地植物的生长 所以根本见不到树木和开花植物 只有一些苔藓类植物 而北极和很多大陆都接壤 气候相对于南极来说 简直可以说是天堂 北极不仅有很多开花植物 还有大片的山树和松树 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森林 这些真叶林围绕着地球 占据了地球上数目总量达三分之一 我对上一期有一个题目印象还特别深刻 我们知道这个南极最低温可以到零下90度 北极的是到零下70度 那为什么极低温度可以冷到这个程度 主要是南极和北极纬度比较高 我们知道赤道比较热 主要原因是赤道的太阳比较高 永远在我们的头顶在上空 直射我们 然后我们陆地接受到的热量就比较多 而在极地南极和北极 太阳都比较低 斜的照过来就像我们的傍晚一样 我们接受到的有效辐射就少 热量就少 另外地球的两极几乎全部被冰雪覆盖住了 这些冰雪就像镜子一样 把太阳的能量反射回太空去了 还有在极地地区主要是高压大气 因为高压大气 极地的风是向外吹的 把极地的热量都吹走了 有道理 那为什么北极给人感觉 也确实是比南极还要暖和那么一点点 对啊 这个很奇怪 第一个原因就是南极和北极地形的差异 南极冰盖的面积是1372万平方公里 占南极大陆的98% 它的冰盖厚度又达到2000多米 所以说特别特别冷 而北极主要是海洋组成的 北冰盖的面积约为1478万平方公里 上面覆盖有大约850万平方公里的海滨 其次呢 因为南极周边全是海洋 它周边的风就特别特别大 它就阻挡了赤道向南极的日量输送 而北极地区周边都是大陆 这些大陆的地形起伏呀 就把北极周边的风给减弱了 这样从中地位地区到北极地区 出的热量就比较多 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南极海拔比北极高 南极的平均海拔是2000多米嘛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山顶上肯定比山脚下要冷嘛 那上期节目呢 咱们说过了 如果南极的冰川融化 那全球海平面呢 就会上升56米 带来很大的灾难 那今天咱们就征集到了这样一个题目 有一位小朋友呢 给咱们的新十万个为什么提出了北极的问题 如果北极的冰都融化了 那么海平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A 海平面升高 B 海平面保持不变 C 海平面夏季升高 冬季不变 不成其位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呢 喜欢科学生这节目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肯定不拿这样的题目再出来问我们 那还是听听小朋友怎么说的吧 我选的是A 我考虑了很多次 我到底选是选C呢 还是A呢 你没考虑过B啊 我觉得B不是不大可能 它毕竟水它化了之后 还是有体积的 它肯定海平面会升高 哎呦 那你为什么没选C呢 我一开始选C是因为 因为 情换科学城总是出一些意想不到的 这个节目让人很难以琢磨呀 性格极不稳定 对呀 我选的是B 呀 我觉得就是北极 比南极 是应该是暖和一点 为什么呢 这个 还真不记得了 还真不记得了 真不记得了 但是你知道是北极比南极暖和一点 知道 这个的确是迷惑性很大 但是我想提醒所有的小朋友们想一下 南极跟北极有啥差别 北极比南极要暖和一些 为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 北极是水呀 南极是墓地 对呀 这才是本质的差别 我们先选吧好不好 来 三二一 哦 很分散的 ABC都有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丁老师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真的是保持不变 怎么会呢 因为南极的冰主要是在陆地上 当它融化了 就会流到海里面 海平面就升高了 而北极的冰呢 主要都是海冰 本来就在海洋里面 它的冻结也好 融化也好 都是在海洋里面 只有像我们 杯子里有一杯可乐 可乐上面加了很多冰 对吧 当这些冰融化了之后呢 可乐也没有撒出来 北极主要是海冰 每年春天 北平洋都要经历一场巨变 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的海冰融化殆尽 雪水在冰雪三角洲上蜿蜒前行 如同一只冷血巨兽 不断复活的血管 当崩塌的冰川落到海水中时 就形成了我们说的冰山 那在咱们的新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 征集当中呢 来自沈阳的乐乐小朋友 就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请听题 为什么极地的冰啊 是淡蓝色的呢 A 温度太低冰更坚硬 B 含盐量高 有利于反射蓝色光 C 千年积压内部没有空气 你想选C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它极地嘛 也很少会化掉 而且温室效应也得几百年后 那个极地的冰才会化 几百年后才化掉 现在都开始化了 孩子 可不能到达几百年后 那你想选B的原因是 海里都有盐嘛 哦 也选B 就是在B和C之间很纠结 所以你希望我给你一点提示吗 不希望万一是错的呢 不希望万一是错的 我选的是B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保持这个节目的娱乐性 我们是一个严肃的科学节目 没有娱乐性 就是我看到你没喷的时候 心里特别爽 心里特别爽 咱们俩是一对的 你看到我被喷的时候 你心里特别爽 必叫娱乐嘛 没关系 咱们通过节目之后 咱们知道了正的答案是什么 这事变得就不娱乐了 然后第二个原因 您有点过渡行吗 你安那样好吗 第二个原因来 第二个原因我是同意琪琪同学的这个理由 就是因为海里面它就是有那个很多盐 所以它才会呈蓝色 然后这个极地的冰是淡蓝色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个人感觉呀 我觉得B有可能不对 因为我不确定那个极地的那个冰是 是不是含盐的 它是不是淡水 咱没尝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那个南极的那个冰啊 肯定是淡水 这个我记得 因为说那个是 全球很大的淡水的储备量 都是在那个冰川里面 但是北极在海上面飘的这个冰 是不是淡水 咱们先亮提板好不好 来 321 ABC都有 刚才谁说看到我被喷的时候 特别开心的 那我们看看这一次强子 到底会不会被喷吧 正确的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 C 你答对了 这次小朋友要失望了 哎呀 很失望吧 东东 我们平常所见的冰呢 都是由水凝结而成的 因为温度低于凝色度之后 水就会结冰 但是在南极呢 或者北极 因为那里的气候特别特别寒冷 所以说那里的降水基本上都是固态的 也就是降雪 这些降雪中年不化 一层压着一层 一层压着一层 这样新疆的雪就会压在老的雪上面 越来越结实 原来现在雪花中间的空气就会慢慢被挤出去 当这个雪足够厚的时候 里面所有的空气都被挤出去 形成纯粹的冰 这些冰呢 流到海里面之后呢 在阳光的造势之下 就会显现出蓝色的颜色 和天空一样 好漂亮 好美啊 那这个冰究竟是咸的还是淡的呢 这个冰呢 是淡的 因为冰山的冰 大部分都是由冰川上 或冰盖上留下来的 就这里面有概念 就是说是那个降水的那个水都是淡水 没错 因为你蒸发的时候 它的盐分是会留在你原来的液体里面 没错 只有水蒸汽 就是水分子H2O 会释放到空气里面 所以你降水一定是淡水 好像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呢 就觉得北极的冰融化了 我们海平面不会上升 好像觉得万事大吉了 但是实际上可能这样 对在北极生活的动物来说 就是一场灾难了 对的 北极的气候变化 对当地的植物和动物有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北极熊 过去四十年之中呢 北极的海冰面积大约缩减了三分之二 北极熊呢 就是生活在海冰上的 它要在海冰上捕猎 它的捕猎面积缩减了三分之二 那么饿死的北极熊就会越来越多 特别是磁性北极熊 还有它的小宝宝 小北极熊 它们更愿意待在海冰上面 北极的气候变化 北极的海冰减少 使得北极的磁性北极熊减少得更多 因为南极和北极都是一个冰雪世界 气候条件极其恶劣 大部分土地常年被冰雪覆盖 缺少食物 北极熊啊 它在这么恶劣的这种极地的环境下 都可以生存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 给它们造成的影响 结果造成了大批的北极熊的灭绝 由于人类的活动 使得全球气候变暖 北极海冰大量融化 生活在海冰上的北极熊和海豹数量 越来越少 我们说人改造自然 但是以从历史的大循环来看 最终还是自然在选择和改变着它的物种 地球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 这四十多亿年 物种的灭亡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 再强大的物种 如果违逆了自然的规律 最后的结局就是被自然收拾 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也带来了一个北极熊的模型 虽然没有办法去北极亲眼看看北极熊 但是我们现场准备了一比一还原的北极熊模型 强子将带领杨阳现场体验 北极熊呢 其实是北极顶级的掠食者 成年的北极熊最高能达到三米左右 那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的北极熊是个小北极熊 还没有成年啊 这还是小的呀 成年之后 熊熊的北极熊能够达到三百公斤到八百公斤 所以说遇到北极熊非常非常危险 最好是不要遇到北极熊 最好别遇到 但是他这么高又这么胖 他运动起来快吗 他冲刺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你在扶兵上你跑不过他 你跳到海里面你还跑不过他 你没地儿躲呀对吧 我们遇到北极熊的时候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站住不动 看着他 他因为他的视力并不是特别特别好 他看到不动的事物 他可能就认为不是一个活的东西 他可能就不会来攻击你 他就转头就走了 真的要遇到的话就保持不动 我想问一下 有看到真的在考察当中有看到过北极熊吗 我们每次去北极考察都能遇到北极熊 有没有这种情况 然后看到一头特别大的成年的北极熊 然后队友们瞬间都跑光了 只有你保持不动 我每次都从雪龙号去北极考察 我们在雪龙号上会做饭 熊的鼻子特别特别灵敏 它顺着味道就在找我们了 那你们会不会因为比如他来 他是闻着这个食物的香味来的 你们会不会也给他分一些食物给他吃 我们不会分食物给他 因为这是自然演化的部分 我们不能够干预自然 不能够用我们人类的行为 让北极熊的生活计划发生改变 好 谢谢 谢谢强子和杨阳带我们认识北极熊 我觉得还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看我们一说到企鹅就是南极企鹅 一说到这个熊就是北极熊 那在新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争计当中 来自西安的露露小朋友就提到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请听题 小朋友问 为什么在南极没有北极熊呢 三个选项 A 北极熊适应不了南极的低温 B 缺少北极熊的食物 C 北极熊游不了那么远 我觉得是北极熊适应不了南极的温度 是因为上期不是咱说 那个温度能达到零下九十多度吗 多好 多认真看节目 你看看 北极不到零下九十多度 北极熊的皮毛应该是适应不了这些 那么老的地儿 我们的答案是哪一个 我们还是请丁老师给我们揭晓吧 正确的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 C 游不了这么远 这个答案感觉是最无厘头的一个答案 真的是要靠游过去吗 我已经完全适应不了这个节目这么低的气温了 太冷了 早在熊里出现之前 南极洲的地形和气候都形成了 它的周边是大片的海洋 路上的动物游不了那么远 所以说南极全部都是海洋系的动物 而北极为什么有北极熊呢 那是因为我们研究发现 北极熊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种中熊是近期 他们的祖宗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通过进化 适应了北极的气候 变成了北极熊 而另外一部分呢 适应了西伯利亚的气候就变成了纵熊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问问小朋友 为什么这个纵熊到了北极 它就颜色就会变白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保护色 你看西伯利亚都是树 树的颜色是棕色的 这么说倒提醒我了 其实有可能这个熊啊 它原本都是白色的 然后只不过那个 这个北极那边比较干净 然后那边的老在树林里面爬来爬去 脏的也不洗 脏的就是 那边洗澡 是你说的叫 近猪者赤 近墨者黑 我听你们说的我都着急 其实这个在生物学中叫做格洛格尔绿 这个西伯利亚棕熊 其实它相对于北极熊来讲 它生活的这个地区气候比较温暖 也比较潮湿 对吧 所以它就可以拥有这种比较深的毛色 而对于这种寒冷干燥地区生活的北极熊 它的毛色就会比较浅 其实越热的地方呢 这个动物的这个颜色会越偏深一点 冷的地方反而会浅一点 对 所以你看 为什么这个北欧的人都是白人多一点 然后近史上的地方都是黑人多一点 颜色也是越来越深的 那下面还有一张图片可以给大家看 这个好萌啊 左边的这个是北极兔 右边的这个叫大野兔 对于这种寒冷地区生活的动物 大家发现没发现它都比较胖 它的这个脂肪囤积也比较多 而这种热大的地区生活的动物一般都比较瘦 我们讲的这个法则 一个叫伯格曼法则 一个叫艾伦法则 那伯格曼法则是 一个叫伯格曼的人啊 他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他发现同一个物种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兔子 它在越寒冷的地方 越倾向于体积变大 然后越倾向于四肢变短 那艾伦法则是说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温血动物 它在越冷的地方呢 它的四肢会越短 那丁老师 那北极是不是所有的动物 都是遵从这几条法则的呢 还真有一种动物不遵从这个法则 它的身体不是圆滚滚的 什么样 它有自己独特的生存逻辑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动物 都是依靠改变自身面积 还有四肢长短来适用环境的 北极就有一种动物 就靠着别的动物来过冬 这个机灵的小猎手就是林幼 它是天鼠的天敌 它们的体宽与天鼠 差不多 因此它们能够走过天鼠往来的任何通道 林幼修长而苗条的体型 使它们能够轻松追逐猎物 但却不能帮助它们保持体温 不过没关系 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它把天鼠身上的毛 一簇簇的拔下来 然后给自己盖上一张温暖舒适的毯子 好在雪下的洞穴里 睡上一觉 那看来这个视频里面这个林幼还真的是弱肉强食 这个法则放在北极也是一样适用的 没错 其实弱肉强食是我们大自然里面生物生存的基本法则 这个法则不仅在陆地上成立 在海洋里面同样成立 我们上一期看到在南极的海底 好像一副生机勃勃 生物黯然生长的这个样子 那此际上面呢 除了生机勃勃的一面 也有危机重重的一面 我们知道在这个极地的海底里面 有一种冰柱叫死亡冰柱 极地的冬季是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地方 在这里过冬的生物 必须面对地球上最严酷的生存环境 但是极地的海底 与水面外那个羞涩荒凉凶凶凶凶的世界 形成了极端的对比 海洋的水温是零下二摄氏度 与海面的环境相比 这简直可以算是热水岛了 当然动物们还是必须具备耐寒的能力 很多鱼类的血液里都含有抗冻因子 因此它们可以在充满冰晶的水中畅游无阻 不过海洋中无声的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涡流型的水流预示着危险的出现 这是一个警告 海面上不断形成的新冰层 这使得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升高 随着盐水的下降 周围的海水迅速结冰 并形成一个冰柱 随着冰柱逐渐向海底延伸 冰层上的寒冬 沿着这个特殊的通道进入海底 当它在海底着陆时 所有被死亡之手触碰的生物 都会葬身可怕的冰冻坟墓 死亡冰柱呢 又叫海洋中无石 当海表面的温度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海水里的盐分就会吸出 这些盐分就会形成盐水 盐水呢 比普通的海水密度更大 所以说呢它就会下沉 当它下沉的过程中呢 又因为它的温度又比较低 所以它周边的海水就会结冰 形成死亡冰柱 危险的死亡冰柱是海底的隐形杀手 今天我们现场请强子和康康 跟着我们的神奇大教授 一起来模拟一个和死亡冰柱原理相似的 有趣实验 这个实验是和死亡冰柱同样的原理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水中花园 水中花园 首先里面这个液体是什么东西 丁老师 这个液体的话就是硅酸钠溶液 硅酸钠溶液是一种盐 这个化学实际呢叫绿化菇 绿化菇其实也是一种盐 我们把它 霉红色的一种 霉红色的一种盐 我们把它放到硅酸钠的溶液里面 我们看看什么会发生 其实死亡冰柱就像一个反向的水中花园 由于盐水的密度比海水更大 因此会向海床方向下沉 当海水被冻结成死亡冰柱时 它看起来更像海绵 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冰 而水中花园是通过把绿化菇 硅酸针等固体金属盐 添加到硅酸钠水溶液里 导致晶体像植物生长一样 快速吸出的现象 随着这个盐 人家的种类越来越多 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反应也越来越剧烈 我们看到慢慢的长度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了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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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色的红 所以它是水中花园的意思 就是因为它会长不同的颜色 长出不同的颜色 然后像花朵一样 一个一个开上来 一个开上来 非常非常漂亮 其实我们刚刚模拟的这个过程 好像真的是生机勃勃的样子 但是这个过程在海底 其实是很凶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死亡冰柱特别特别冷 吃饱也特别特别快 它就会把海底的所有生物都冻结了 通过一个小小的水中花园的实验 就演示了这个死亡冰柱生长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也谢谢丁老师 带给我们这个有趣的实验 谢谢 好 谢谢 我觉得看了这个死亡冰柱的这个实验 我有一种感受 除了这个生物的生存环境这么恶劣 这个自然环境也很恶劣 但是在这个北极 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还生活着一类人 应有特人 极地地区 是地球上人口最稀疏的地方 对于生命来说 极地地区的环境 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要恶劣 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神奇的人类 尹纽特人 由于气温极低 帐篷无法预寒 所以尹纽特人用各种雪砖 建造了有名的圆顶雪屋 建造雪屋最重要的一点 是选择一个开阔向阳的平地 然后用各种规格的雪砖 每滴扎一圈 向内收缩一点 最后形成一个封闭的半球形的圆顶 然后在南面开一个小窗 方便把光引进室内 为什么雪屋不冷呢 这是因为在建造雪屋的时候 银纽特人会在底部挖一个深坑 便于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沉 而且雪砖是很好的绝缘体 时间长了 室内就会形成热循环 今天北极城市居民 可以依靠科技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依旧有北极村还保留着建造生活雪屋的传统 谢谢天老师 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小伙伴们 感谢我们的强子哥哥 奇幻科学城 看命大土龙 再见